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仙人饶命 仙人饶命 求仙人网开一遍 放我们兄弟一条生路 仙人饶命 仙人饶命啊 你…… 你…… 你是谁? 怎么…… 明明是我们在提问 哦 您能在这绝云间安全行走 我知道了 您一定是 仙人吧 是仙人派您来解救我兄弟的 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呀 仙人慈悲 就仙人大救 我们两兄弟 只因实在无前供养家里 又听人说 虎牢山中的琥珀藏有宝物 一时间犯了糊涂 只想从山中琥珀里寻得几件宝物 卖了钱再回去接济家里 我们顺着山路一路往上 但不曾想 我兄弟李当 就突然被虎泊给 给吃了 我一路奔逃到了这里 熙熙想来 只怕是我们冲撞了仙家府邸 这是仙人下的惩戒 我不知道如何搭救我兄弟 只能在此求仙人开恩 恳求许久才等来了二位仙使 仙使 我们不是什么仙使 我们也是来找仙人的 不 不不不 你们肯定是仙使 你们肯定是仙使 李当被关在山里 不知道哪个琥珀里面 求仙使慈悲 求仙使搭救 好 好 谢谢仙使慈悲 我等以后再也不敢了 好吧 本来想问问他 知不知道仙人在哪儿 但看起来 他现在也只顾得上 关心兄弟了 嗯 我记得他说 李当被关在这座 虎牢山上的琥珀里 而且他们是顺着山路 一路向上的 嗯 那我们就顺着山路往下走 再留意一下周围的琥珀 找找那个人吧 求仙使救救我兄弟 我也不知道 他被关在这座山的哪块琥珀里了 但我们俩 一直都在顺着山路走 关着他的琥珀 也一定在山路旁边 求仙使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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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员 我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断罪 现身吧 奥斯 由于新放在 比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 是你们救我出来的 谢谢你们 对了 你们看见过我兄弟吗 他叫李丁 我们俩是一同上山的 不知道 我兄弟是不是也一样 被琥珀给吞了 那他应该是安全了 谢谢您 我这就去找我兄弟 希望不会在路上 再被琥珀给吞了 谢谢先师 谢谢先师救我兄弟 我们 我们也只是听说 这虎牢山是仙人府邸 但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自然是无缘得见仙人的 不过您贵为先师 肯定与我们不同 对了 可不能再讨扰先府 我们这就下山 谢谢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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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们真是什么先师就好了 总感觉 这位仙人的脾气不太好呢 不过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应该也不会 擅扰山门 又私放兽界贼人 无知烦众 还不速速前来领界 不仅闯入虎牢山 毁坏山上琥珀 还擅放了郑寿界的贼人 这帮贼人确实不小心微 但你们也同样无理至极 呃 我们 我们是有理由的 薛月驻阳真军 他托凡人带口心 哦 这是百无禁记录 世间居然还有此物 昔日帝君驻此神鹿 赐予凡人 本就数量稀少 千百年来 也散失得差不多 你们先沉迷详情吧 我会听你们说的 稍后我会查证 黎月港夜并不远在天边 若有虚言也骗不过我 啊 帝君遇刺了 还是在请仙顶仪上 黎月 凡奸 谁敢如此呢 不 这世上 这世上又有多少力量能刺杀帝君 我等仲仙存帝君律令 护佑佑 就去会见仲仲仙 我知道 我知道 一定是追为仙人的先例啦 就和小说里写的一样 羽毛就能化为草木 拖叶也能化为铺流 这些琥珀 一定也是类似的形成原理 这又是什么说法 这些琥珀 来自于我之下的花 名叫多山葵 它本身大部分隐于地下 若被踩到 就会生出琥珀 将入侵者包裹在其中 我归引到此处后 为了山门清静 将它种植在四周 这些年为我挡了不少滋饶 不过也关了许多莫名的东西 所以这些琥珀 其实都是活的 正是如此 所以若我离开此山 只怕害了无辜性命 我稍作处理后 就会动身 你们自行速速离去吧 再Space 左边 这边 右边 左边 黄裡 左边 左边 这里怎么有张石桌 上面还摆着这么多餐具 还有酒壶 这旁边的椅子上还刻着字呢 此处居流云 此处坐龟中 还有此处借帝君 帝君 难道说的是阎王帝君 龟中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流云 对了 那位薛月朱阳真君提到的仙人里 有一位就叫流云借风真君来着 这么说来 这里说不定就是那位流云借风真君和其他仙人聚餐的地方了 嘿嘿 假如真是这样 那我们做点仙人喜欢的美食 是不是就能引起这位流云借风真君的注意了 不过 仙人到底会想要吃什么好吃的呢 完全没有头绪 没办法了 我们去周围看看吧 希望之前来这里供奉的人 能留下一点痕迹 当做参考 对了 你说 仙人会喜欢吃蜜角胡萝卜尖肉吗 仙人会 说 和瑟尖肉 伽容 伽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世界,也在回应我吗? 以断罪之名! 好像是有人在这里做过菜 是用来供奉仙人的吗? 这旁边还有没用完的食材呢 金鱼草、莲蓬、还有豆腐 这道菜可真复杂 嘿,看那里 好像是笔记 这么复杂的菜 也难怪要把做菜的方法用纸记下来 我们仔细看看吧 哦 尝尝 金魚草 蓮蓬和豆腐 到底能做出什麼菜來呢? 可以嗎? 这里好干净 应该是在这里做菜的人细心收拾过了 说不定 就是为了供奉仙人 这些材料是松茸和瘦肉 菜谱就摊在旁边 在这里做菜的人 真的还有调理呀 松茸和瘦肉 能做出什么菜来呢 好多面粉都撒在地上了 在这里做菜的人真麻糊 锅里的东西好像是肉 但具体是什么肉就不知道了 这道菜 会不会是为了供奉仙人才做的 要用到肉类和面粉的菜 咦 地上怎么丢着一叶纸 还有个战了半夜的脚印 不过说不定它和这道菜有关 热和热和吗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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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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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